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佛州14日发生骇人听闻的校园枪击案,一共造成17人丧生。 有消息指出,枪手的可疑行径早已被通报至美国联邦调查局FBI,但FBI却忽略了相关讯息,措施防范机会。 对此,美国总统川普开炮,要FBI把心力放在一些基本的事情上,而非一天到晚追着通俄门跑。 综合外媒报道,FBI坦诚上个月曾收到通报,只19岁枪手克鲁兹持有枪械,以及在社群媒体发布带有威胁性字眼的文章,但仍未能将这些讯息串成一线。 川普在推特上开门见山的说真是悲哀,认为FBI错失了许多佛州枪击案的可能征兆,强调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。 还讽刺FBI花太多时间在追踪川普阵营与俄罗斯间的通俄门案,要FBI将心力放在基本面,让民众能感到骄傲。